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進到第五冊 第五課 它的topic是alternative Nobel Prize the alternative Nobel Prize 那我們先看到這裡有一個最關鍵的字 這個單字alternative alternative這個字在我們的課本上面 中文翻譯為另類的 非傳統的 但是其實希望各位也能夠把這個字 最原本的樣子記起來 這個字其實它的動詞就叫alternate alternate這個字當作動詞 就是兩個人之間的輪流 或者之間動詞替代互相輪流互換的意思 那它變成形容詞alternative 這個字當形容詞就是可以替代的 可以輪流的 可以供你選擇的 那後來它延伸為有另類跟非傳統的意思 好那這一課要介紹the alternative Nobel Prize 字面的意思就是要介紹一個很另類的很不同的 非傳統的一個叫做諾貝爾獎 這個我們都不清楚欸 我們都知道諾貝爾獎 但是我們沒有聽過什麼叫做alternative Nobel Prize 另類的非傳統的諾貝爾獎到底是什麼呢 各位可以從這個圖案當中看到 如果你有興趣你之後呢 課文之後你也可以去做這樣的搜尋 你打IG Ig Nobel Prize 還有2002年的那時候它的頒獎台 你看它是一個很特別的 就是一個嘴巴的頒獎的一個台子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標語叫做the Nobel Prize honor research that first make people laugh and then make them think 這是呢我們這個特別的諾貝爾獎 它的主軸它的最中心的核心理念就是啊 能夠獲得這個IG這個字就是非另類的 這個另類的諾貝爾獎能夠獲獎的人 他們是用來honor這個獎項是用來honor 榮耀一些research 榮耀一些研究 這個研究呢first make people laugh 這個研究呢當開始結果出來 會首度讓一開始讓別人笑笑得很誇張 and then 但是在笑完之後 你會深深的思考的make them think 會讓你想的 所以這些諾貝爾 這些特殊的諾貝爾得獎得主 他們的研究都是一開始讓別人大笑 因為很有趣 但是笑完之後會讓你留下很多思考的空間 好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兩張圖 就是這個IG Nobel Prize Ceremony 這個諾貝爾獎 這個特殊的諾貝爾獎 其實他有他自己的典禮喔 那他的獎盃 他的文宣傳宣 還有當時候的某一年度的 IG Nobel Prize他的頒獎典禮的畫面 好那我們先進到課文了 這一課總共有六段 第一段呢 他是個起始句 一開始他就是用一個原型動詞 他用原型動詞來當作開頭 那其實他省略了一個字就是you 因為講話的對象 命令的對象 啃求對象就是觀眾你 所以呢這個you 他是可以寫出來的 但是當你不想寫的時候呢 你用原型動詞當開頭 他就是一個命令的口吻 一個啃求的口吻 他就說各位觀眾們請你想想一下 imagine imagine就是想像一下 you imagine各位讀者請你們想像一下喔 假如你現在呢 you have to 你必須要hit your head 你必須撞頭 against 對抗著這個wall 對抗著這個牆壁 依靠這個牆壁去做撞擊的動作 如果你必須這樣做的話 而且撞擊的次數是dozens of time dozens of time就是好幾次 這個tines這個字是次數 那這個dozens so 是我們這一刻的片語 就是好多個的 dozens dozens就是一盒十二個 那加上s就是好多盒好多盒 所以dozens so 可以等於很多 可以等於a lot of 好所以 if you have to hit your head against a wall dozens of times just to get a meal 如果你呢 今天吃早餐 你必須呢 先過一個關卡 就是用頭撞呢 這個撞一個牆壁 撞一個100次之後 你才可以得到一個meal 得到一個早餐的餐點的話 then you have 我可想像一下 我們人的頭可能就會 would probably 可能就會呢 would be sore 就會很痠痛 甚至腫起來 right 是嗎 好那各位先看這句話喔 這句話呢 老師用橘色畫起來的都是 跟現在事實做假設 跟現在的狀態做假設 我們都要用什麼事態 來你看這過去是had 過去是had 過去是had the to 然後主動詞也要用過去式 然後這兩個句子當中 還有另外一個片語叫做 hits a against b 好那我們看下面喔 hits a against b 就是把a拿去撞b hits your head against the wall 用頭去撞牆 那這裡呢 假設語氣跟現在事實相反 要用過去式喔 用had the to跟wood 在衣…